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蒂,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女快递员意外卷入暗杀事件 遭到一帮杀手追杀的惊悚动作片《快递员》 美国纽约的一座教堂里 FBI不由分说把正在祈祷的独眼哥带回了局里 独眼哥是什么来头,FBI又为什么要抓他呢 他表面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私下里却干着犯罪的勾当 他已经被警察盯上很久了,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这一次既然逮捕了他,想必是抓住了他的把柄 另一边,在相隔万里的伦敦街头 女孩安娜正在送快递 没一会儿便接到了总部的电话 说是有一个加急的快件需要马上送出 还强调了快件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出岔子 与此同时,七八个FBI探员护送一名证人来到了安全屋 可以想象此人的重要性 证人叫老王,他是专门出庭指认独眼哥的 因为他亲眼看见独眼哥杀了人 安娜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停车场 直接把包裹送到了老王所在的房间 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就看到一个女探员打开了箱子 随即,女探员释放了箱子里的毒气 所有人都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倒了下去 刚好,此时老王去了洗手间躲过了一劫 安娜感觉事有蹊跷,一拳打晕了女探员 随后带着老王逃离了这里 两人不知道的是,女探员已经被独眼哥收买 就是为了暗杀老王的 他们正准备离开这里 没想到,独眼哥派了一帮杀手堵住了去路 两人只能开上摩托车,往里面逃窜 领头的大卫随后控制了保安室 关闭了各个出口 他们要来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老王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 高层就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大卫谎称是女探员和安娜联手做掉了证人 还说自己能搞定这边 但是上级坚决要派人前来协助 这一下就打乱了大卫的计划 原来大卫他们也是FBI的人 看来独眼哥的实力不容小叙啊 好在前来协助的人要一个小时后才能赶到 这就意味着留给大卫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随即八九个标型大汉对停车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两人小心翼翼的躲避着杀手的追击 安娜趁一个杀手不注意从背后干掉了他 本以为可以解码武器来防身 哪里知道这些武器都是特制的 必须要有指纹才能解锁 安娜为了避免老王受到伤害 给他穿上了一件防弹衣 老王没有能按时出庭 警察只好暂时放过了独眼哥 安娜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追杀老王 无奈的他只好道出了实情 就因为老王在办公室里亲眼看到独眼哥杀人 为了躲避独眼哥的追杀 老王是满世界的躲避 最后在警察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 此时此刻老王的内心是绝望的 因为独眼哥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正说着安娜已经发动了汽车 一脚油门撞死了一个杀手 其他人闻声而动 对着汽车疯狂的扫射 不得已安娜拉着老王提前跳了下去 一阵扫射过后 发现两人并不在车里 正在纳闷时 安娜点燃了旁边的一辆车 再一次炸死了一个杀手 这可让在监控室的大卫坐立难安 这么多人竟然抓不住安娜和老王 无奈的大卫只好请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 来自俄罗斯的雇佣军狙击手 大卫在查询了安娜的背景后 很是吃惊 此人的身份信息一个都查不到 能把身份隐藏起来 看来也不是一般人 安娜带着老王走楼梯 又碰到了一个杀手 此人身强力壮 安娜那瘦小的身材根本就不是对手 没几下子就蜷缩在了地板上 安娜趁他不注意 一个翻身就要反击 不过他的拳头打在了杀手身上 只能是脑痒痒 眼看着此人就要掐死安娜了 老王跑过来帮了一把 这让安娜有了喘息的机会 他捡起地上的手枪 利索地干掉了一个人 两人慌乱地跑进了一个房间 在这里得以暂时保命 安娜在这时告诉了老王自己的身份 原来安娜曾经是一名客种兵 在战场上亲眼目睹弟弟被射杀 难以接受的他就选择了退役 在这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他也是意外卷入老王的暗杀行动的 就在这时 杀手在门外有了动静 两人知道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情急之下 安娜意外发现了一个通风管道 随即两人顺着管道爬到了天台上 哪只狙击手已经在对面等着他们了 刚走上去老王被一枪击中 安娜顺势趴了下去 躲过了一劫 给老王做了简单的包扎 安娜关闭了整个电源 独自一人去面对这帮杀手 在黑夜的掩护下再干掉了一人 老王则躲在车里不敢出声 安娜戴上他那特制的头盔 用匕首再下一程 紧跟着又冲过来两个杀手 都被安娜解决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不止大卫着急 独眼哥更是如坐针毡 如果搞不定老王 自己还是难逃牢狱之灾 最后还是要狙击手上场 他一上来就击中了安娜的大腿 安娜只好开着摩托车 在停车场转悠 哪只狙击手拿出了小型无人机 追逐着安娜 无人机上面还自带手枪 安娜只得把摩托车放在了一边 绕过无人机后摧毁了他 与此同时 狙击手从后面偷袭了安娜 再次醒来的安娜已经被绑了起来 大卫让他现实交出老王 不然就开车撞死他 在最后时刻 老王逼不得已只好走了出来 此时安娜的双手已经挣脱了绳子 在关键时刻给了大卫一刀 安娜和狙击手的子弹用光后 展开了肉搏 他被狙击手打得难以招架 危急时刻 安娜一把抽掉汽车的雨刮器 猛地刺进了狙击手的脖子 这才脱离了危险 这边眼看老王就要死在大卫的手里了 安娜骑着摩托车冲上来撞飞了大卫 随即两人总算脱离了虎口 老王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脱离了危险 最后独眼哥也被抓走 等待他的将是慢慢的刑期 故事结束 基本上算是百分百的动作片 全程不用动脑子全看打架 密闭空间 女主单挑十几个男人 还被女主耍得团团转 这就有点刻意了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